北京时间11月1日,森林郎坐镇主场写胜杰势,德里克罗斯出场41分钟狂卡50分,曾经的封城玫瑰再度战榜,但谁都知道,伊罗斯目前的身体和竞技状态,他不可能再回到MVP赛季的状态。 像今天这样整个球队也不会成为常态,从另一种角度看,罗斯的爆发有些迫不得已的意味,在这场比赛之前,巴特勒与身体受伤为由,拒绝为森林郎出战,西伯度,巴特勒和队一三方商讨之后,森林郎官方给出的巴特勒缺阵理由为一般性关通前预防性的轮休,缺少巴特勒,森林郎后队线出现了巨大空缺, 虽然为剑四复出并且砍下19分,但他的防守能力依旧不见长进,全场正负值为9,而防守剑长的新人奥科吉出战37分钟,尽管只拿到10分,正负值却达到了加12,不管这两人表现怎样,攻防兼备的巴特勒,才是新博度最意中的核心。 那么问题来了,巴特勒缺席比赛之后,他真的是受伤了吗?为了证实自己确实有伤,巴特勒特意接受了ESPN记者的电话采访。 巴特勒表示,由于我的身体受伤了,我不想冒着受伤的风险去比赛,有一些人在编造故事,如果我周五出战,看他们还会怎么说。 为了自证清白,巴特勒正会在森林郎与勇士的比赛中付出,但ESPN随后就直接指出巴特勒是因为不满森林郎方面,也缓将他交易而拒绝出战。 今年,夏天,巴特勒向森林郎提出交易申请,球队明白着明年会人才两空。 可出人意料的是,篮球总裁兼主教练希伯杜,始终认为自己能说服巴特勒回心转意,就连老板泰勒都看不下去了,要求总经理加快交易进程。 即使明年夏天有权利成为自由球员,对巴特勒感兴趣的球队不在少数,76人,热火,快船和火箭都提出过筹码,希伯杜都选择了拒绝。 关于巴特勒要求交易,其实希伯杜和巴特勒本人都各怀思心,森林郎对内拥有腾丝和维金丝的双状,两人都已经签线了顶星合同。 但在巴特勒到来之后,森林郎才打进季后赛,尽管只是一轮油,事实已经证明双状无法带队打进季后赛,希伯杜本人也心知肚明,巴特勒走后森林郎可能出现到退。 这样他的帅位肯定不保,巴特勒也有自己的算盘,他最想吃快船,洛杉矶有大市场,快船本赛季就能提前为他送上回约。 巴特勒想要五年1.85亿美元的顶薪,森林郎已经没有多大身资空间。 明年夏天自由球员市场上就重斥着杜兰特、伦纳德和汤普森等大鱼,巴特勒能力出众,然而与前进位逼起来吸引力仍旧有限。 最着急的当然是巴特勒,在夏天离队失败之后,巴特勒答应归队比赛,因为他之前膝盖受伤,巴特勒要用赛季初期的表现来为自己寻一份好价钱。 本赛季,巴特勒出战了六场比赛,场均卡下22.5分5,三篮板三场段和3.3助攻,他是森林郎的绝对领袖,但森林郎似乎并未准备好将他交易,甚至开始迷信时间可以淡化一切。 显然,这样的如意算判并不现实,GESPN透露,巴特勒方面开始敦促森林郎老板泰勒尽快推进交易。 消息一出,此前最积极的火箭马上退出了交易,著名记者萨姆·埃尼克爆料火箭根本不愿意再推进,关于巴特勒的交易。 如今,火箭一剩五副被知悉不倒数第二位,莫雷之前提出奈特加克里斯加四枚首轮签的报价,森林郎对奈特和克里斯不感兴趣,他们希望得到疙瘩,遭到莫雷拒绝。 看来,火箭已经击本死心,除非森林郎降低筹码,但76人对巴特勒的态度也出现了微尿的变化,他们没有表现出强烈兴趣。 多位消息人士透露,76人对交易得到巴特勒兴趣的程度其实被夸大了,76人看到巴特勒和唐斯、维金斯等年轻球员不默之后,担心他与西蒙斯和恩比德在爆发矛盾, 闹到现在,巴特勒霸赛可能只是敲打森林郎一次,维尔里队的想法从未动摇,并且非常坚定,如果西伯度再不下定决心,巴特勒甚至会公开翻脸,泰勒很可能会在此之前亲自开板,随着76人反应冷淡,森林郎可能会退而求几次,让已经出架的火箭获得机会。 另外,可以说,巴特勒离队进入了倒计时,精明的莫雷一定不会无动于衷,毕竟两支球队的需求可以互补。 火箭向凭借巴特勒提升实力,森林郎想换回最大价值的筹码,这是一次西伯度和莫雷的对赌,或许共赢,也或许两败之伤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